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Tekniff中文版的Burner CK 然后今天呢 我就要秀给你们看 传说中售价大约要RM4625块的Huawei Mate X啦 不过讲真的哦 真机真的是非常的美 你们看这一面就是6.6寸的前值啦 然后这里就是6.38寸的后值啦 然后你按那个button它就会打开了啦 左边那边有个黑色的bar 它的这一边呢 就是放那些硬件的啦 比如说它的镜头啦 然后805千基带 Kirin 980处理器那些 通通SOMER SCALI放在左边这一排 然后反过来呢 就是他的啊 这个8寸的Huawei Mate X啦 我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兴奋 于是我想不到要做什么 我就拿来看屏 当然不是看那些啦 是看YouTube啦 喂大佬 你好开不开 你开这一个 随便啦 开一下Fullscreen来看 爽一爽先 不过讲这一句啦 除了拿来看影片很爽之外 其实它还可以做很多的东西的 比如说Multitasking那些啊 因为呢 其实它是可以拿来Speed Screen的啦 就是说一边拿来看片 一边拿来打Game 当然了 我也要试下这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啦 于是我就跑去后面啦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用后值镜头在看着我啦 然后它也可以拍我 然后我可以透过这一个时候的那个前值镜头来拍回我自己啦 看到吗 那个照片的质量是不错的喔 虽然在发布会上是没有讲它的参数是多少啦 不过拍出来的质量是OK的喔 那你看 还是非常漂亮的喔 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我拍的东西就是这么短罢了啦 所以喜欢这个视频就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啦 好不好 记得关注我们Tekniff中文吧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